阿弥陀佛 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择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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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作为同修先开注解三百六十五页 三百六十五页 请看经文第一行 阿弥陀佛 如来以无尽大悲 精埃三界 所以出心于世 这是一段 看了这段经文 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起 唐朝时候 尽忠二祖 善的大师 讲过两句名言 如来所以新出世 唯说弥陀 本愿害 的的确确 释迦牟尼佛 来到世间是这个目的 一切诸佛呢 也是同样的心愿 关于这个无尽大悲 在普贤行愿品里面 他有提到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 而为体固 又以大悲水 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 这都是环境上所讲的 诸佛菩萨 以大悲心为体 就是前面所说的 住诸佛之所住 心安住在哪里呢 安住在一切诸佛之所住 那诸佛住在哪 住在大慈大悲当中 这个大慈大悲 是诸佛如来的根本 大悲是从大智慧来的 如果没有智慧 那这个人他不会有 慈悲性 什么是智慧呢 简单来说 智慧就是看破 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都搞清楚了 他明了 宇宙万物跟他是一体的 这样子呢 他的悲心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 而且佛还告诉我们 这个智慧慈悲是信德 每个众生都具有 慧能大师当年也讲过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具足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向好 无量的道理 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了 诸佛原来都是安住在 慈悲心当中 这是表 诸佛如来 应一切众生之感 如果是在十包图 那就跟这些法身菩萨感应 佛呢 就献一个抱身 如果是 于十法界的众生有感 佛献应身或者是化身 如同那个基因上所讲的 应众生心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其实每当我们看了这两句话 也是蛮感慨的 人家是可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我们做不到 就在目前来说 我们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把自己原有的 智慧德能向好呢 迷失了 所以它不起作用 等到哪一天 我们也恢复了大智慧大慈悲 那这些能力呢 全都会现前 所以看了这类经文呢 也是帮助我们大家拓宽心量 一般人嘛 他首先爱的是哪一个呢 他自己 再多一点 他的家人 他的家族 他这个国家 他这个星球 这个心量还不够大 佛的心量是多大呢 人家是真正回归自信的 确确实实 明心见心 大彻大悟 那他那个心量是 没有止尽的 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都是他 关怀照顾的对象 他看一些众生 跟他是一 不是二 佛法的修学 他的宗旨 就是要帮助我们 能够觉悟 帮助我们大家呢 回归自信 帮助我们最后 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用什么方法呢 方法手段千变万化 所谓的无量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 再多的法门 他的总纲领 不外乎四个字 看破 放下 说实在的 如果离开 看破放下 这个法是不是伏法 不是的 那不是伏法 是什么法 就是邪法 所以我们不但看到佛教 是这个样子 你看其他宗教 也是这样子 教我们大家 所以我们读了 普行菩萨行运品之后呢 这个信量 会逐步逐步地扩大 它里面所讲的大悲水 那个是比喻 比喻菩萨的爱 那个悲 是讲悲悯一切众生 当然这里面就包括我们了 我们现在迷了 因为迷呢 而造作业 造了业之后 当然免不了要去受报 今天我们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 当仁 那是因为前世有修 人道的善因 如果不幸堕在山徒 那一定是我们前世造作贪嗔痴的恶因 从今天起 我们要随顺佛菩萨的教会 要把自己的烦恼业障 尽量的消除掉 我们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选择了 选择的是念佛法门 这个法门呢 是一切诸佛共同推荐 介绍的 这个法门修久了 自然而 您就会有法喜 为什么会有法喜 业障消了 读经会有法喜 听经有法喜 拜佛有法喜 念佛当然也会有了 等到业障没有了 最后怎么样呢 能够成就诸佛菩萨 智慧花果 为什么能够成就 因为众生跟佛菩萨有感应 我们有感佛菩萨 他马上就有印 现在可以说我们这个缘 真的成熟了 什么缘成熟呢 我们愿意学佛 尤其是愿意学习 无量寿经 愿意呢 念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的善根 具足了 这个时候佛菩萨 就变现各种各样的身相 来到我们身边 帮助我们开悟 帮助我们觉悟 帮助我们呢 放下 当然了 人家帮助我们 我们也应该要怎么样 要听话嘛 是不是 要照他的话去做咯 不要啊 一边听一边点头 心里面呢 还有自己的 成见 那就麻烦了 所以呢 这个经教要不断的熏修 不断的加强 如来以无尽大悲 无尽者就是行业评里面所说的 无有穷尽 是 如来以无有穷尽之大悲心 如来以无有穷尽之大悲心 就好像是一个 慈悲的母亲 照顾她的婴儿一样 从怀孕开始 一直到出生 一直到长大 那个 爱心啊 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那么这一点呢 是我们应该要向佛菩萨学习的 人家照顾我们 多久啊 父母照顾我们 最多这一生 这一世 来生后是再一 投胎 转世呢 就不认识了 可是佛菩萨认识我们 他生生世世都追随着我们 都在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佛菩萨他们 有这个能力啊 精埃三界 那么这个三界呢 范围很大 欲界色界 无色界 具体来说 欲界有六成天 色界有十八成天 无色界有四成天 合起来二十八成天 佛为悲悯三界之一切众生 所以初心于世 这个三界里面众生 真的是有苦有难 这个是感 那佛菩萨呢 会有印 就是我们人道好了 我们先不要说其他五道 当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 希望有佛来教化我们的时候 那佛呢 他从天上下来 都摔天内院下来 也投胎到人间 不过他那个投胎的方式比较特别 他们都是选择在王宫里面投胎的 而且呢 是做太子 一直到后面 我们看这个金上所介绍的八项成道 从下降 到人间 到人间 一直到最后入斑铁盘 这八个过程 都是在表演 当然他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教学 佛教学呢 四十九年 不疲不厌 此证表明如来 出现世间之本怀 佛来到这里做什么 他是要帮助我们回头的 帮助我们呢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是诸佛如来的本意 他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下面这个经文呢 我们是经常会看到 法华经约 诸佛世尊 唯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人家 是因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在世间 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 是什么原因呢 佛讲得那么清楚 两个字 仇业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子 从出生到老死 都离不开仇业呀 人家是为了一大事因缘 这个一大事因缘呢 就是帮助我们 离苦得乐 离究竟苦 得究竟乐 苦从何来 是从迷雾来的 乐从哪里来 从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而得到的 那佛怎么样帮助我们大家 离苦得乐呢 天天上课 天天教学 天天不中断 这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办佛学讲座 三百余会 天天说 不停地说 而且人家教学 有没有收学费的 不收学费的 其实 他如果 从天上下来到人间 你看 你看他那个生活多好 太子 以后呢 父王退位了 他顺理成章的 就可以继承王位 想人间的富贵 但是呢 在十九岁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那个 老病死以后 他肯定会遇到的 他觉悟得快 所以他就发大心 出家 十二年之后呢 觉悟了 觉悟之后 讲的第一部大经 就是华音经 出定之后 就到这个鹿野院 度吴比丘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这个世间呢 就真正出现了三宝了 佛宝 法宝 还有生宝 佛是释迦牟尼佛 法呢 是给他们讲四地法 苦极灭道 生宝呢 佛是老师 然后再加上五个学生 其实五个学生呢 是他们世家族的亲戚 那第一个 第一次讲经 有没有人听完之后 就觉悟的 有 五个学生嘛 五个听众 居然就有一个人 当下就正国了 而且还正的国位很高 是阿卢汉国 尊者娇成儒 那慧能大师也是听了不起来 他听金刚经没有听完 只听了大概四分之一 他也正过了 他那个正过比交生如尊者还要高 人家是正阿罗汉 他正了分正佛 这就不得了 那我们听金听了多少堂课 不要说分正佛阿罗汉没正的 连小城出乌国都还没有正的 哎呀 这个我们学佛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人家恭敬我们 我们是老修 其实想起来都惭愧呀 是老修 老修但是没有正过 是不是 还是没放下嘛 那么佛呢 以教学为他的工作 他不但自己教 他那些徒弟当中 1255个弟子当中呢 有哪些 有资格有能力 可以出去教化众生的 他就派他们出去 所以就把佛法呢 像四面八方啊 不断的扩大 那么我们自己学习经教 态度要非常正确 都是遇到佛法了 那有的人能够得到利益 有的人呢 得到大部分的利益 有的人是一半的利益 有的人是少分的利益 甚至于还有人呢 一点利益都得不到 原因出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沉浸心不够 看看佛能大师 听他师父讲金刚经 没有听完 只听到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就大彻大悟 后面呢 不许再讲 不但金刚经 通达 整个三藏十二步 全都贯通 这叫一通 一切通 不但佛法通达 世间法呢 没有他不知道的 所以当年呢 李师公 李比南老居士啊 跟师父上人 特别给他写了四个字 嗯 李师公是写给江义子老师 一个字 写在他的手上 成 真成的成 那写给师父呢 是四个字 自成 感通 所以我们想要通达大藏经啊 一定要那个心呢 真成到极处啊 读经要恭恭敬敬 听经要恭恭敬敬 念佛要恭恭敬敬 礼佛呢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人如果不具足那个感的条件 当然就不会有印的 不是佛不想印 是我们自己这个印不具足 我们这个心啊 太散乱 太傲慢 这是自己造成的一些障碍 现在已经遇到佛法了 那应该呢 要一遍一遍的熏羞 纵然是中下根性没关系 所谓的 读书千遍 其自见 这是古大德教给我们的 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华经上说 诸佛是尊为以大 是因缘故 出现 出现于诗 说实在的 整个法华经 最重要的经文是哪一句呢 就是这一句 您就把这个法华经的纲领 就抓住了 陀罗尼嘛 你把它就抓住了 下面是念老再给我们做一个说明 是尊所为之大事因缘 即宣说 弥陀 愿令 普度 众生也 这么一讲啊 我们就豁然大悟了 原来这个大事因缘就是善导大师 所说的那句话 唯说弥陀 本怨海 释迦牟尼佛前面的三尊佛是讲这个 底下第五尊佛弥勒菩萨还是讲这个 您在现场不就看到了吗 弥勒菩萨他也是当机者 是不是 他是出家菩萨的第三个 后面第三十二品开始就是他和人家当机 而且佛在经文当中啊 还屡次的嘱托他 要发心 洪护净土法案 所以我们看的一些诸佛如来呢 无论他是在哪一个国土实现 都是极力的推荐 介绍 净土法案 为什么这样子做 用佛指导众生的根性 这个法门呢是 三根普批 利盾全收 学这个法门 它是保证我们大家 这一辈子决定能够一生成佛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这个法门是很好修 很容易修 麻烦在哪里呢 很难相信 所以佛很辛苦 说了那么多的经 讲了那么多的论 到最后呢 还是要把我们呢 引导回念佛法案 不停的 为我们呢 宣说弥陀怨令 尤其是无量寿经 讲得非常详细 下面我们再看呢 这个利益是什么 光产道教欲证群盟 人会以真实之力 说到这个真实之力 无过于信愿痴明 经文 光产道教 光产道教 那个光 就是明 大 广 三个意思 产呢 就是开 一般讲的开师 道教 是指的 正道实教 真实的教会 就是道教 即诸佛之教化 总指世尊 一代实教 八万四千法门 你看 简单的两个字 道跟教 就把佛四十九年 所讲的一切经典呢 全都包括在里面了 故知 光产道教 即广宣如来 精法之一 世尊入班地盘之后 以阿难尊者 文殊菩萨他们为代表的 这些大德呢 发心 把佛的这些教诲啊 变成了文字 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是大掌经 是拯救 帮助 协助的意思 蒙呢 是植物的芽 群蒙 是指的群生 也就是一切众生 我们是其中一分子 我们现在大家 好像是病人 生病了 迷失了自信 原有的智慧得能向好 不能够现前 诸如来 以大悲为体 欲救一切众生 故言欲整群蒙 一切诸佛 他的本愿呢 是希望 能够有这个缘分呢 帮助众生 回头是岸 说实在的 这个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知道 当老师辛苦不辛苦啊 准确地来说 很辛苦 再往前面说 当父母辛苦不辛苦啊 也很辛苦 为什么 诶 我们看以前的这个家庭呢 跟我们现在家庭不一样呢 以前的家庭 父母他至少生五六个小孩 是不是啊 多的话十几个 像现在的夫妻儿 生几个 现在听说很多国家这个人口 都在逐年减少了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就开始担心 这个人口减少会出现问题啊 那夫妻儿他为什么不愿意要多生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觉得 我们前一阵子嘛 就遇到一个同修 那他就很坦率地跟乌生讲 我不想再生了 剩一个已经很累了 你看剩一个就很累了 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 我们从小把这个教育疏忽掉 那这个教育从哪个时候就开始呢 从太教 告诉他 心正 心正 可是现在 谁在乎这样东西 谁听过这样东西 谁允许照做呢 他总认为老祖宗的东西都是迷信 不可取 不可信 不愿意照做 所以现在人呢 说句老实话 各行各业都苦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也感觉到做人很苦 那么佛这个教学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把这些苦患 统统都先łącz掉 通通都消除掉 底下是混书所讲的 建论各趁所遗 随缘揭蒙篤脱 故云整群蒙 世尊四十九年的教学 的的确确都能够随顺大家的根性 知道这个众生是上根 就用适合他的方法来教他 中根就采取他喜欢的方法教他 下根就采取他最愿意学的 那个方式引导他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 能够对圣教生大欢喜心 同时可以真正得到真实的利益 慧书继续讲 欲指世家大悲所愿 然此一字通上下 他呢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欲政群盟 诸如来以大悲为体 欲愿畏度者领度 畏安者领安 光产道教皆为之也 这个是原文 故通上文 这里面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 为度者领度 为安者领安 的的确确 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佛来度我们 需要佛博来帮助我们安心 我们现在众生是 生不安心也不安 的的确确 这一辈子 如果没有遇到净土法门 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心 让自己身安定下来 现在人的心都不定啊 每天呢 从早到晚他被什么东西拉着跑啊 明文立养 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他被这些东西呢 所控制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经文当中 所提到的 要学习诸佛如来的 那一个做法 人家都是哦 住于弥陀之所住 行弥陀之所行 念弥陀之所念 我们想要得到生安 想要得到心安 只要把这三句话做到 肯定就会得到这个古宝 经上是这样子教我们 那我们呢 要把它看清楚 要能够懂得里面的经义 同时呢 还要去做 假如说经读了 不懂其义 不能够懂得如来真实义 用自己的意思 去解读 经文里面的意思 那就会呢 走错路 有几个人能够像 方东梅老教授那样子 自己读经 自己误触的 从年轻时候 在四川额眉 你看 他就喜欢读佛经了 到了晚年 天天都在看佛经 越看越欢喜 他不但自己喜欢阅读 还呢 退里休 还在讲 花眼镜 这是一个真正 从佛法当中 得到真实利益的 一个例子 所以上一次呢 我们跟几个同修啊 到方老教授的故居 去参访 虽然没有进去 只在外面呢 转了一圈 感受很舒服 那栋房子啊 那个磁场就特别好 因此我们初学人啊 能够遇到一个真正好老师 这是福分 好老师遇到之后 我们作为弟子 一定要对老师要尊重 什么是尊重呢 对他所说的话 不怀疑 没有意见 他怎么讲 我就怎么做 纵然不懂 也去做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自自然就懂了 张教大师第一次 召见师父吗 把师父送到门口 提醒他一句 我今天讲的那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你好好去做六年 六个字 看破放得下 看得破放得下 好好去做六年 师父 一较奉行 你看后面呢 那个放下 再放下 再放下 就懂得了 方老教授 以前跟他讲的那句话的意思了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真正的善知识 难以遇到 其实还有一段事情 我们没有 想到 那个善知识 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他希望下面有传人 学生找老师不容易 老师找学生更难 那我们看一下禅宗历史不就很清楚咯 达摩尔祖师很辛苦 千里迢迢 从印度来到中国 其实他也知道弘法这条路不容易 但是他还是来了 因为他有这个使命嘛 光是在那个少林寺那个洞穴里面 足足在那里等了九年时间 才等了一个传人 慧格大师 因为慧格大师对达摩祖师是万分恭敬 感动达摩祖师给他传法 所以我们如果对老师所说的话 半信半疑 对老师的行持有很多批评 那我们是无法从老师那里得到真实之力的 看到慧格大师对他的师父 忍和上恭恭敬敬 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 那么现在我们修念佛法门 如何从这个法门当中得到真实之力呢 对这部经 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个字 完全相信 绝不动摇 任何人来劝我们 不要学这部经 不要学念佛法门 我们不理他 不听 我还是天天读 天天听 如果是发心 学讲这部无量受精的人 那就要天天讲 天天讲好啊 以前李时工也说嘛 学讲经啊 至少一个礼拜要上台三次 至少要讲三堂课 那最好呢 天天讲 以前嘛 我们在布里斯本的时候 一个礼拜只讲五堂课 后来前面几年呢 我们就开始天天讲 天天讲试感觉不一样 因为讲五堂休息两天了 就好像怎么 就好像中断了一样 虽然说人没有离开这里 但是呢 那个氛围还是有所不同 天天上台练 那个功夫啊 它就会越来越娴熟 对这个经教呢 领悟 也就会一天比一天呢 更加的有深度 所以善知识呢 把他们的经验方法 都告诉我们了 那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作为弟子 应该要 去找座 常言说得好啊 师父领进门 修行 在个人 老师我是绝对不会强迫 弟子怎么怎么去做的 他只是这样告诉我们 那就看我们大家 愿不愿意去做了 谁做 谁得利 谁养奉应为 纵然一天到晚 跟着老师 那也不能够得到 真实之利的 所以哦 能不能够得到 苏正利 关键还是看我们对老师 是不是 毕恭毕敬 真正 得到利益了 那个对老师的感恩之心 油然而生啊 所以我们如果到摄影棚 你就看到 有这个 师父上人的母亲的遗像 还有她的几个老师的 这个遗像 这表什么法呢 表孝道 表师道 不能够忘记 父母 老师 纵然不在了 但是我们面对一项呢 提醒我自己 不能够忘记 长辈的 教诫 这是讲的第一个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个意思 二 为 遇会 真实之利 这是要 汇与我们 众生 真实的利益 为如来 遇愿众生 入 弥陀 海 故 真实之利是什么 就是帮助我们 通通都能够 契入 弥陀 愿海 真解 说的比较简单 两句话 那么在现前呢 的的确确 我们一定要给社会大众 做出个好样子 在家同修 要给所有在家人 做个好榜样 出家人呢 要给所有出家众 做个好样子 像贤功劳上 人家 人家这是一个佛门 出家人的好榜样 他一天到晚 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 他心里就没有想别的 每天任劳任怨 为大众服务 生团一片和气 没有跟任何法师 没有跟任何居士 发生冲突 他心里面呢 始终都保持 清净 平等 绝 其实他念佛很老实 不需要念很多年 就有资格可以往生 为什么他没有很早就走呢 因为阿弥陀佛有委派他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要给这个时代念佛人 做出一个好榜样 给大家看 表演嘛 他这么一个视线呢 也让我们懂得了 此地真解所讲的 这个总结的话 诸佛如来 出现于世的目的 就是要说明 阿弥陀佛的愿令 目的呢 是要救度我们这些苦难众生 凡夫俗子 对于许许多多善知识 并不认识 有的善知识呢 走之前会曝光他的身份 但是还是有更多的善知识呢 没有表白他的真实身份 他来 心很清净 走呢 也是很清净 目的只有一个 能够使我们都能够相信 并接受 净土大法 以后呢 也能够生到几多世界 下面再进一步的解释 会真实之力 会则 会诗也 这个诗呢 就说 不诗 诗舍 亦恩赐也 这个会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恩赐 真实之力者 按善导大师意 至弥陀 至弥陀事愿 为真实之力 大师寄云 如来 所以 心出事 为说彼陀 本愿害 佛有能力 在诗法界 在一真法界呢 献报身 印身 化身 哪里圆成熟呢 他就到哪里呢 献众生 最喜欢的那个神像 那么佛最希望大家接受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天天劝大家 要能够做到 信愿持民 求生西方净土 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了 他这次来到 世间佛生 第几次 第八千次 你看人家来做佛 就八千次了 我们有没有想到过 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 来当人多少次了 想起来都惭愧 是不是 他是来做佛的 我们是来呢 我们是来造业的 所以啊 这个如果不是前辈子 修了大善跟福的因缘 这一生 怎么可能再遇到佛法 尤其是遇到佛法里面最殊胜无比的净土法门 说真的 遇到别的法门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遇到这个法门呢 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因为这个法门跟别的法门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别的法门 我们修 想要成功 必须要断烦恼 甚至还断习气 才算是有成就啊 唯独念佛法门呢 不需要断烦恼 它不要求这个 只要求我们什么 古人打个比方嘛 就好像是石头压草啊 拿一块石头 把一根草呢 压住它 它不起作用 就成功了 你看这个标准就降低很多了 断烦恼难了 福烦恼呢 就容易得多 那请问我们 还要不要断烦恼呢 当然要 那不断烦恼 怎么能够成佛呢 不过不是在现在 在这个地球上断烦恼 我们是到哪里去断烦恼 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见阿弥陀佛 再跟他老人家学 跟十方诸佛学 那个时候 我们再去完成 烦恼无尽寺源段 法门无量寺源学 佛道无尚寺源成 今天呢 我们只要用这句佛号 把所有烦恼控制住 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法门呢 前面我们有看到 它是最奇 最特的一个法门 所谓的真实之地 是指什么呢 就是帮助我们 断烦恼 成佛道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绝对有能力 出离十法界 那既然出离十法界 你就到哪一个法界去的呢 就到一真法界了 其实说一真法界 那只不过是 勉强取个名字 叫一真 相比较嘛 施法界外面还有一个世界 就叫一真 这是施暴图 这一部经 的的确确是 佛讲了四十九年 所有经论当中 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我们碰到的 应该要终身地来学习它 下面是真姐赞叹的话 此经家独步妙诗 他人所谓谈也 这个词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善德大师说了两句话 日本人 对善德大师非常尊重 对智子大师都很尊重 你看这里 他们不敢称 善德大师的名号 他说什么呢 金家 你看 这个是做弟子的 对老师一种尊敬态度 所以日本呢 他们这个 自己的祖师 回到日本之后 建立十三宗派 他们不敢做第一代祖师 他们都是拜中国的这些祖师 为第一代祖师 所以日本呢 这个 敬忠第一代祖师呢 善德大师 因此您到日本去啊 会看到许多的寺院 叫善导寺 您凡是看到善导寺就知道 这个寺院的 他们修行是什么法门呢 进度法门 而且他们还供奉着 导宫的圣像 如果是修天台中的呢 会供着 智者大师的圣像 这个做法也蛮好的 表什么呢 永远不要忘记 祖师的深恩厚德 下面 顺此主师 我们顺着 善导大师的解释 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力 真实之力指的是什么呢 按照善导大师的意思 就是指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这个是无量寿经 真解所讲的 真解是日本高僧写的 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 为光产道教 其一名仪 所以这就讲得蛮清楚的 它是以弥陀本愿呢 作为这个真实的利益 前面两句经文 光产道教 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 光产道教 是指八万四千法门 也就是包括 世尊所说的 所有的一切法 那这个道教呢 道是指的正道 教呢 是指的实教 这是诸佛如来的教化 世尊 还有一切诸佛 教化众生 全部都是用的正道 跟实教 关于这个正道啊 经上也有解释 在这里我们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 佛所说至今 旨意深奥 无作无为 无形无德 自然合道 视为正道 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佛跟法身菩萨 全都民心见性了 这中文常说嘛 民心见性 大色大物 那已经见性的人 从他心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言语呢 都是属于正道 我们跟人家交流 有没有用言语啊 离不开吧 对不对 那我们的言语 算不算是正道呢 我们呢 我们所讲的话 写的文章啊 从哪里流露出来的 从阿勒耶里面流露出来的 阿勒耶是什么呢 阿勒耶是妄心 那这些法身大事 以上的佛菩萨 他所讲的 所写的 所做的 都是真心的流露 那佛呢 没有写什么东西 都是讲 从他真心里面 流露出来的言语 都叫做正道 我们呢 是妄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 那这里面就夹杂了什么 贪嗔痴慢 夹杂了呢 自私自利 无欲六成 明文立阳 从佛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旨意深奥 那个旨就是宗旨 它是重要的教导 意思呢 很深很广 同时它也是呢 无作无为 无行无德 为什么这样的说 因为自信本空 自信呢 没有现象 我们在学前面 石门开启的时候 有两句话 重复了很多遍 大家应该都记得 乌生说第一句 看大家能不能接上第二句 实相无相 后面是什么 义无不相 记得了吗 实相无相 义 那个义就是也的意思 它也无不相 什么意思呢 这个实相 实相就是指自信 自信是没有三种现象的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它不是这三种现象 所以我们这个六根 圆不到它 第七十 阿勒耶也圆不到它 可是它又怎么样呢 遇到圆 它又可以无不相 众生有感吗 它就能够现 种种相出来 那么佛呢 把这些话 都说给我们听了 那个 长期熏修佛法人 他听到佛这样讲 他能够点头 他能够认同 那个初学佛人 听到佛这样讲 他会越听越怎么样 越听越糊涂 你在说什么 一下子说这个 一下子说那个 像有的知识分子 他们也是其实蛮有学问的 大学教授 看了波尔布的经典 譬如说金刚经 他读了之后呢 他什么一个想法呢 前进有个教授 跟师父说 金刚经不怎么样 师父说 金刚经不怎么样 为什么你这样子想 那个教授就说 金刚经 一会说空 一会说勇 像两桶水 倒来倒去 不晓得说什么 哎呀 假如真的金刚经 不怎么样 那慧能大师 怎么会开悟的 对不对 那慧能大师 怎么能够 又教43个人 明信见信的 那后来禅宗 怎么又从中国 传到日本韩国 又传遍全世界呢 这经上也讲嘛 佛法无人说啊 虽智莫能解 那个智是指的 师子变充 如果这个智慧是从阿里耶里面流现出来的 那不是真实智慧 师子变充 师子变充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聪明 聪明不能够理解 如来真实义 他当然对这个正道 不懂 他对于实教呢 也不懂 实教就是真实的教会 就算他在现场听 他听不明白啊 那么因为呢 大家一般不能够 很容易懂得这个实教 那佛怎么办呢 他也有方法 听不懂实教 那就讲了 全教了 举个例子吧 我们听不懂大学的课程 那老师怎么讲呢 那就讲中学的课程 是不是 如果讲中学的课程还听不懂 那老师就讲什么 就讲小学的课程咯 如果小学课程还是听不懂 那就去幼稚园好了 对不对 不就这样子咯 总而言之 讲那个法 都是能够随顺我们大家的程度 根性的 所以这个全教跟实教 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全教是随顺众生的意思 方便而说 那实教呢 是随顺诸法实相而讲的 佛讲诸法实相 讲实教 要等多久啊 佛很有耐心啊 他等了二十年了 达姆祖师等会客 大师等了九年 那后来大师开悟之后 也不能够马上出来红法了 他被逼无破 被逼所破 是不是 非要躲在这个深山老子里面 跟那些猎人队 一天到晚在一块 逃难嘛 躲了十五年 才能够下山的红法 所以能够这辈子 清净善之士 挺不容易的 能够遇到之后 要抓住这个机会 下面 有真结 有真结引六药约 这个六药啊 也是无让寿经的注解 他说 真实立则 指此名号 即是佛制也 这样子讲了就越来越清楚了 越来越明白 真实的利益 原来是什么 真的讲尽忠很好讲 真实利益是什么 原来就是这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真实之利 阿弥陀佛就是佛制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也是十方三世诸佛的真实智慧 真结又云 今真实者佛制名号 我们把这个阿弥陀佛 翻成中文 是什么意思 无量觉 无量智 哪一尊佛不具备 无量智无量觉呢 都具备 那既然都具足 那请问 一切诸佛是不是阿弥陀佛呢 都是 所以从这里您就知道了 原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 也就是说 您发心念一身阿弥陀佛 就等于念了一切诸佛的名号 一个都不漏啊 所以有同学就问了 我学习无量手机 那我要不要看 华言法华嫩言呢 我念阿弥陀佛 还需不需要念 本师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不需要 为什么 那一尊阿弥陀佛名号 就把所有佛不上的名号 全都念到了 那一部无量智能经呢 等于念了 三藏十二部 所有经典 后面是真解 进一部讲的 善导所谓法障因中 所成真实 故言本愿真实 开知 则真实无愿 何知 一句名号 故知此真实 通教信正 我们把这个 弥陀名号的意义 功德搞清楚了 那再去念这句佛号啊 他所产生的作用 就不得了 怎么说呢 古人也讲嘛 一生佛号 一生心 我们这一生佛号 就跟阿弥陀佛 就跟十方诸佛呢 相应的 那个相应不得了的 所谓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现在我们知道吗 这个地球现在病得很严重 各种各样的灾难啊 都在不间断地发生 能不能够化解这个灾难呢 是有的 用什么方法呢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念这句佛号 那现在就看我们大家 是不是具足 真信真愿呢 那现在呢 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啊 跟我们一样都来念佛 至少我们自己呢 要好好念佛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 遇到一些瓶颈 遇到一些障碍 我们也会啊 偶尔对这个法门呢 产生一些疑问 其实这个佛号 它真的是具足 万德庄严 无量功德 那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够 化解自己的业障呢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念这句佛号的时候 沉浸心还不够 印光大师说得那么清楚 十分沉浸 就得十分离 所以贤功老上了不起啊 他念佛号 他为什么能够练到功夫得力啊 他有个秘诀 他那个说法很直白 他说呢 我念佛不拐弯 这个念佛不拐弯 就是古代的所讲的一句话 墨直念去 直下念去 那个墨直就是一直念下去 这意思 那人家是一直念下去 我们是怎么念的 是有在念佛号 这个佛号里面还掺杂着什么 自私自利 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 贪生吃慢 所以我们拐弯不需要拐哪里去的 人家是直奔西方净土 我们是念佛跑哪里去的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师是菩萨念佛原通章书超 看过没有 有没有听过 您把这个书超啊 原通章书超从后面看 翻到后面 他就讲到念佛一百种果报 一百种果报 第一种果报是什么 大家下课自己去看 里面就讲到 第一种果报是下无间地狱 这个让我们很费解 不是念佛去极乐世界吗 怎么跑到地狱里面去了 还跑到无间地狱去受报 这是因为我们念佛 不是真正发心念佛 我们这个念佛当中呢 还加着名利 看到别人比我好 看到别人各方面的成就比我大 我呢就嫉妒障碍 阻挠人家念佛 看到人家讲经讲得比我好 我就想方设法去破坏他 不让他继续讲下去 存这样的心 念佛念 一天到晚念一百万声 都不能够往生的 所以哦 此地真解所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细细去体会呀 其实这个大师之菩萨念佛 心愿品 再讲往生论 六个法师嘛 是不是 我们这个讲堂哦 不要只有一两个法师讲啊 最好这个从早讲到晚 要让这个道场有一种奖金的风气 我们要把这个学风把它带起来 有了学风自然就有道风 学风跟道风是两者不可缺少的 下面呢还是真解所说的 应知之利者名号之大利 其大利之所究竟 即无上涅� UMimmung 原来念佛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利益 什么呢 无上涅槃庙 headed 无上涅槃 fá정 这是哪一个人镇得的 所成真实 故言本愿真实 开知 则真实无愿 何知一句名号 故知此真实 通教行信正 下面就请大家看参考资料 上册 506页 参考资料上册 506页 大家找 六法五愿 506页 六法五愿 大家有看到吗 或者这个真实无愿 有没有看到 六法五愿 好 这个 六法五愿 是 日本 尽忠大德 所写的 像这个 日本清卵大师 他是真宗的宗主 他讲 真宗 于教行信正 真佛 真土 之六法 配弥陀 四十八愿中之五愿 而呼之 那几个呢 下面就来细说了 第一个 教 为能权之法 故不别配一愿 教 是释迦牟尼佛呢 所讲的法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藏经 三藏十二部 第二个 行 为第十七愿之名号 因为日本大德所学习的无量寿经呢 都是康生凯的卫义本 如果是我们现在 夏令公的这个无量寿经版本呢 那就是第十八愿 所以卫义本是第十七愿 夏老的版本呢 就是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讲什么呢 十念必生 第三 信为第十八愿之三信 正为第十一愿 必至灭渡之正果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啊 日本清乱大师呢 很重视四十八愿里面的这五个愿 真佛是第五 真佛真佛真佛 由第十二光明无量 与第十三受命无量之愿而成就 故为六法五愿 光明无量是真佛 受命无量是真佛 所以一共是六法五愿 这五愿的名称 出自于卫义 就是康生凯的版本 这个无量寿经 那么卫本 它这个次序啊 跟我们夏令宫的这个汇集本呢 有所不同 第十二定成正绝愿 第十三光明无量愿 即第十五受命无量愿 第十七诸佛称探愿 第十八实念必生愿 这个就是真实的五愿 那么日本禁宗非常重视他们 这是讲到五愿 下面再说这个教行信正 这是日本真宗 也就是日本禁土宗所立的四法 于教行正三法之外复立信之一法 是真宗之法门 读以信心为罪要者 的的的确确呢 世书世间一切法 都是以信心呢 为低德 教指无量寿经 行呢 是指南无阿弥陀佛 信为信 南无阿弥陀佛之信心 正者往生极乐 得涅槃之正国也 他就讲到教行信正 所以日本呢 他们在这个四法里面 最重视的是这个信 其实中国佛教 大圣小圣 也把这个信呢 看得非常的重视 你看《华严经》里面就强调一句话 信为道远 功德母 掌养一切 诸上根 信心能够产生 无量无边的功德 好 这是讲到六法五院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 三百六十七页第二行 三百六十七页第二行 有真解约 真实之力 对全假方便 鬼是法望小圣 小圣真 而是法假也 世间法 世间法跟小圣法一对比呢 小圣是真 世间法呢 就是假的 以小圣望全大圣 这么一比呢 全大圣是真 小圣呢 是假 全教大圣呢 就超过了小圣的利益 再往上面去 以全大望十大 这个十大就是指的 华严法华等 十大真 而全大假也 那这样子一比啊 华严法华就是真 全大呢 就是假 以华严法华等 十大圣望弥陀 十九愿 这个十九愿呢 是指的康生凯的版本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 欲生我国 十九真 而华严法华假也 这是把无量寿经了 第十九愿 跟华严法华一比 那第十九愿呢 真 华严法华呢 就比下去了 还有这个话语讲出来 我们一般人听的时候都 都不敢相信了 这个一般人不敢讲的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 确实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古大德这样子说呢 你看下面就讲了 华严法华 以往生为精一 你看 华严经 法华经 其实他也是劝我们大家 求生净土来 这是他的真实的利益 必由不出十九愿 故 那第十九愿呢 比他们说的更加真实 以十九愿往念愿 这都是指的康生凯的卫本 念愿就是第二十愿 经上说 文我名号细念我国 执众得本 致心回向 欲生我国 二十愿真 二十九愿假也 那二十愿 第二十愿跟第十九愿比 十念必胜 二十甲 而第十八真也 这么一笔啊 这个第二十愿是甲 第十八愿呢 是真 经 真实中之真实 远顿中之远顿也 这个是弥陀的本愿的 可以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超过一切大圣经教 的确啊 释迦牟的佛来到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给我们讲这部无量守经 就是要劝我们大家呢 好好地念这句 弥陀名号 那这是为什么呢 它是根据什么道理而讲的呢 学过经教人呢 一般都晓得 华言法华是极圆极顿的 一生经典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它跟华言法华相比又怎么样呢 更加圆 更加顿 更加真 好 下面还是真假 回答这个问题 经就利益论 比假 此真 华言经法华经 是有真实利益 那问题是 我们学了之后能不能得到 可是无量寿经上所讲利益呢 我们可不可以得到呢 现在人不都说拿证据来吗 祝同修 您学佛这么久 有没有听到过 哪个人学华言法华 他成佛了 我们就说古人好了 学华言法华的人到最后真正有大成就的 人不多啊 大概一百人 参禅的人呢 你看这个五灯会员 里面记载一千七百个例子 还有这个景德传灯录 再加上中门五个派别 所记录下来的这些 开悟的大的 初略计算了 迷信见信的 多少个人呢 三千 其实三千人数已经相当多的了 那么再比较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有多少人呢 大概十万人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啊 善德大师当年所讲的那个话 一点都不讲 净土法门 真的是万修万人去 怎么能够去得了呢 一定要做到 欧威大师所说的 信愿持名 当年印光大师啊 还特别加了两句话 敦伦敬奋 先写存诚啊 大家下了课 您往后面看 你看我们这后面就把这个印竹的开示 就贴在上面 我们看了之后要怎么样 要去做啊 敦伦 说得白一点 就是要去亲爱我们的同一类的众生 哪些众生跟我同一类啊 所有众生跟我都是同一类 大家是一体嘛 那当然要去爱他 这叫敦伦 敬奋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责任 真结 他自问自答 讲得蛮好的 他说呢 从真实利益上来说 笔 是假 那个笔呢 是指的华言法华 词 是真 这个词呢 就是指的 无量寿经 后面再进一步的解释 何故 就是为什么 笔说 素极成佛道 不见素极成佛人 这个说得很正确呢 华言法华虽然为我们细讲了 快速成佛的理论方法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素极成就佛道的人呢 理论方法都有 白纸黑纸我们看到 但是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得到 所以啊 故自成别识义趣 修华言法华那些法门的人 他成就不是在这一生 什么时候 别识嘛 那别识就是说来生后世咯 不是这一辈子 法体非别识意 法的本体没有前后 人积列固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 人积 就是说人的根基 人的根基怎么样呢 这讲我们现在人咯 我们现在人的根性咯 不如古人呐 为什么说古人比我们要好啊 他从小就扎根 伦理道德因果 他扎得深 所以他学习如是道 很快就入门 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受过 十个月的胎教啊 不要说我们没受过 我们的父母有没有受过呢 我们的爷爷奶奶有没有受过呢 至少中断了两百年了 所以哦 我们现在学习华言法华 很难很难 下面 经信不疑者 十几十生 我们对于静中 真信真愿 毫不怀疑 那十个人修 十个人呢 决定往生 往生不退 至菩提固 我们升到极乐世界 是绝对不会退转 三不退嘛 将来呢 能够达到 大斑裂盘 这个就是菩提 出生处 即菩提 在世灭后 但此亦法故 我们这辈子 别的法门 就暂时不学了 别的经典呢 暂时也不看了 我们只学这部《无量寿经》 只听这一部经 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进度 这是绝对正确的 一切凡圣行无别故 不管它是上根 还是下根 只要能够做到 信愿持明 那通通都是呢 万修万人去的 一道到那边 各个都是阿维越智菩萨 利益真者莫过思 讲到利益真实 没有能够比得过这个的 下面念了呢 再给我们稍微 说明一下 其意为 若论法体 如果说法的本体 诸金皆实 佛说的一切金呢 都是真实义 金刚经里面也讲吗 诸法平等 无有高下 说到利益 尤其是现在 讲到这个利益呢 那就不一样了 则于金假 而为此法为真 这个真假 是说 我们大家 学了佛法之后 所得到的利益 别的金呢 说得这个利益啊 是假 为什么 我们现在得不到 那等到什么呢 来生后世啊 原成书 才能够得到 利益 可是学习净土法门呢 他是当生 就可以成就的 下面再进一步的解释 何以故 因法华等 虽说有素极成佛之道 但不见依法 修耻当世成佛之人 华言法华 里面有快速成佛的 这些理论方法 这些理论方法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见到过 哪些人呢 具足华言法华的根性呢 故 仅成为别时 成佛之音 这个别时就是说 后时 就是我们这一生之后的 来生后时 就法体论 本不须 待至别时 但修行者 根念 故不能 素极成佛 如果从法体上来讲 本来是不需要等到来生后时的 为什么呢 您现在放下就是了 所谓的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可是问题是 我们放不放下 您听了这堂课 放下什么 有没有放下坚持烦恼呢 您放下坚持烦恼 你就跟交神如尊者一样了 就是阿罗汉国了 我们懂这个理要放下 那还是没放下 那证明我们 学别的经论法门 还是不得利 所以说来说去 学习净土大法 最适合我们大家的程度 为什么 刚刚不是讲的吗 这个法门 它不需要 放下所有烦恼 它是可以带着去的 古代的讲的 叫带业往生 别的法门不允许的 都是要消业 你才能够出六道 出师法界 消业 说句真话 大家也比较生气 消业我们行不行 你消消看 是不是 想了想去 还是用念佛这个方法 扶烦恼 断烦恼 最适宜 真的我们还要听佛菩萨 祖师大德的劝告 老老实实念佛就好了 至于华言法华 这些大经大论 所讲的这些方法呢 我们以后还是会学的 什么时候再去学呢 看到阿弥陀佛了 到达基督世界 再跟诸佛如来学习 那都不成问题 现在不要着急 现在是一门深入 专心念佛求生进度 这才是重点 所以今天的这个经论书啊 内容都非常重要 不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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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